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天影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奥巴马在白宫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双方讨论的主题是中国 关注南海问题 奥巴马总统28号 在白宫以最高规格欢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并称安倍首相带领的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新的角色 他当天在与安倍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不应视美日同盟为威胁 不过他承认 美日都关切北京再具争议性南海海域的行动 盛河西州立大学请到了一位西客杨志远现身说法 他说创业要趁早 生物和电脑科技是未来的两大方向 雅虎公司共同创办人杨志远28号在 在盛河西州立大学表示 当今硅谷创业的环境 与20年前创办雅虎时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的资源 更好的创意和更好的人才 创业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准备迎接机会 准备越来越充分就越有机会成功 尼泊尔男子被困80小时后获救 没有水没有食物 求生意志非常坚强 一个尼泊尔和法国联合搜救团队28号 在加德满都一栋倒塌的公寓大楼里救出了一位28岁的男子 这名男子当时已经在一个房间和三具死尸一起待了80个小时 生育率下降15% 美国恐怖日本的后尘 经济将会萎缩 随着美国社会逐步老化 年轻一代不生孩子 不可避免的后果是 未来的经济将严重的萎缩 社会安全和赋税系统将会承受严重的负荷 州长布朗表示 对那些严重用水的用户和商家将会处以1万元的罚款 加州水务委员会28号公布了干旱季节限水措施细则 包括将为例超额用水或浪费实水的每天罚款定为500元 最高罚款额为1万元 州府同时授权各县及各地方政府制定并征收罚款 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 谢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